你是剛剛經過的五集的討厭 其實我還蠻聰明的吧 蕭哥 還是我比較聰明一點 如果要選的話 你覺得呢? 我覺得一定是選捷琳 其實他們兩個人包括反應啊 或各方面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我對這樣的一個組合 充滿了信心 KID有蕭比娜的提成 會不會怕捧不住他 不會吧?從剛剛過程你就知道了 就是再怎麼樣孫悟空 逃不出盧來佛的手掌心 但是 他一定在過程當中會有大鬧天庭的本事 因為我要幫助179守住這個獎金嘛 因為再怎麼聰明的人遇到我 我都還是要破壞他的理智線 然後讓他失控 讓他完全沒有辦法理性的去思想說 這個回答的答案到底對不對 我們以前最多只是用心理戰 然後讓對方會有一點困擾 自從加入KID跟捷琳以後 我相信不只是心理戰 可能那個人會面臨到的是群毆的這種戰士 群毆的 對 因為我主要是讓答題人猜錯之後 我就可以幫網路上面的這些觀眾們 謀福利 然後謀到獎金 算也還不錯 就是得罪現場的人 然後但是造福電機跟手機上 對 今天就第一個得罪就是要得罪柯市長 柯市長 跟我想像中的還蠻像的 因為一開始我一定覺得就是小哥會有聚意感 但是後來就是相處之後就真的就是人超好 然後就是很照顧我們 嗯 而且我跟捷琳第一個反應就是 好像可以很輕鬆 對 就是反正有小五哥在什麼市都有人幫我們hold住 就覺得他好棒喔 聖光照頂 對 有沒有接下來就是在未來的主持 可以幫我跟捷琳準備桌子跟椅子 然後地上咖啡跟茶 然後讓小五哥一個人在前面問問題就好 這樣嗎 這樣嗎 那可不可以也幫我準備一下 好嗎 我們就讓來賓自己來就好了 好 也可以 不過跟他們的組合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而且過程中其實我一直對於 包括KID跟捷琳 因為以前在我主持的節目的時候 他們就曾經來上過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還蠻喜歡這兩個孩子 謝謝 那也對他們在這個圈裡面的表現 一直都覺得非常棒 謝謝 所以這次的組合精彩可期 謝謝 請大家期待 KID那跟憲哥合作比較緊張 那跟蕭哥合作比較緊張 我覺得不一樣欸 因為憲哥他的就是 跟他是外景嘛 那所以我們就是在很多的這個 這個 比如說就是 呃 遊戲內容上面 我是還蠻有自信可以贏過他某部分這樣子 然後 但是這個是抑制節目 那我是覺得 我現在有點沒自信的 就在小五哥旁邊 但是 我希望這個節目可以 就也可以讓我學習到更多的知識啊 對就是可以邊主持節目 然後邊學到新東西這樣子 嗯 嗯 剛剛有被爆料說缺席 喔 沒有 因為剛好就是 呃 工作早就排定了 然後就是 我就 欸 有一些私人行程 然後就 沒有辦法參與 然後之前都事先都有那個 跟製作單位告知 所以他很認真 嗯 他把所有的袋子 跟所有我們在中間過程的東西 他全部都看完了 對 所以他今天一來的時候 第一個就跟我說 小五哥 我把所有都看完了 他就開始在跟我討論所有內容 我心裡在想 喔 通常做錯事的人都會有這種補償心 哈哈哈哈 這是對的 有啦 就是把那個影片看 就不要 就是等一下還要再裁排一次 嗯 就不要耽誤大家 嗯 不會啦 今天晚上直播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表現一定會是非常棒 謝謝 嗯 早就計畫好了 然後 然後 飛機票早就買好了 然後 呃 人員也都訂好了 所以就是 嗯 在 計畫之中 這樣子 沒有什麼便費 那爆料者爆料有 心情有受影響嗎 不會 就是完全沒有 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就是 只是覺得 不要那麼無聊 對啊 就是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還是 呃 希望可以自己去解決嘛 嗯 然後自己去 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他們 對他們也是這樣子 對 好吧 差不多吧 OK 差不多吧 你到時候再跟媒體朋友 好 我到時候再慢慢的再跟大家聊聊 對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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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 OK 我希望有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辛苦了 謝謝